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教大家用PREMIRE PRO的入門級 現在看到PREMIRE PRO的主畫面 這裡是有一些之前做過的項目的快捷 可以透過這些設計直接去之前用過的項目 我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完成一個項目 首先你看到這裡有一個New Project 或者Open Project 我們就按了New Project 按了之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名字 位置 或者一些CPU去做 這些就用回Deford就可以了 我們就改回那個名字 例如我一按TEST 就按OK 之後就看到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就有四格 這個左上角就是一些片段的設定 左下角就是放你這個PREMIRE PRO的影片 右邊就是一個時間的線 你可以把影片在這個位置剪 右上角就是你的影片的一些PREFILL 一些給你們看 例如我現在要剪一條影片 我要用我的BOOKVLOG示範一下 你移到這裡 你就可以把這條影片搬到這個時間線 就會看到這條影片進到這裡 右上角可以看到這條影片 PREFILL 你會看到這些工具 選擇T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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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TypeTOOT 選擇TOOT很簡單 還有一些EFFECT CONTROL 例如你可以改它的位置 或者改它的大小 或者旋轉 或者有這個透明度 之後就有這個A 這個A 就是選擇TOOT 選擇TOOT 例如我現在用Razer 2 可以把一段影片分開 隔開 例如我現在不試 就是我左下按一下 我就可以隔開它 例如我會加很多 例如我現在要 例如有一段NG 你就想剪掉它 就是這段 我走路 所以我剪掉它 停一停再按C 按Delete 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空隙 就可以用這個位置按A 按Left Click 就可以搬進來 這個是把TOOT的全部後面的東西選擇 那你就可以搬上來 剪掉那個位置 之後就會有這個TypeTOOT 很明顯就是打字的意思 首先你要在PV的位置 例如我現在這裡有一個字 那我上去面打 那現在我們看到一個紅色框框 我們就可以打字 那你見到這邊呢 是有一些Setting 例如要教它的位置 教它的大小 等等 那這裡也有一些轉字體 那如果轉字體 你要改它的字體 要開 然後再按轉字體 或者你在打字之前 按那個字體 之後再打 對 那之後呢 看到就有這些 顏色 或者邊去選 或者一些圖著那個字的邊去選 例如選擇這個 原本是白色的 那我就會選擇這個 那我就會選擇這個 然後選擇這個 然後選擇這個 然後選擇Pixel的粗幼 然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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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裡 就是會有那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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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一個是 就是要選擇 和選擇 選擇 選擇很簡單 首先要選擇這個 這個Tab 那邊有選擇 例如你現在要轉場 就有一個Videotransition 例如有很多給你選擇的 你也可以上網多一些Preset 例如有Coupes Beam 我就可以拉著它 放在兩段影片的中間位 就像剛剛那樣 這裡是Preset的內容 好像我的電腦是比較差 但又不需要Preset的很清 就可以調低畫質 但最後在Render出來的時候 都會最清 再加上Effects 例如有Filter 這裡有一個Videos Effects 當然要按進去 例如有黑白的 那就是Black and White 可以按這裡 這段影片 看到有彩色變黑白 即是這裡我講完 絕場之類的那些 之後就可以在影片裡 就是說更多影片的動畫 怎樣可以調大聲一點 和速度 關於速度和調大聲一點 就可以用這個 selection tool 對著那段影片 Write clip 對 之後就會有個Split 或Dutration 即按下去就可以交多少個 例如現在是1倍的 就是100 例如2.5倍的就是250 但如果你不想它變成這些高音的聲音 那這裡會有一個Maintain Audio Pitch 就是這樣 或者你例如想把那段影片 Reverse這樣播放 那這裡有一個Reverse Speed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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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說 這個調大聲音 有一個Audio Gain 那你按進去 可以調多它的分配 就是這樣 例如你想試5或10 可以先試一下 例如一按5按OK 之後就會把小條聲帶 提高了音量 之後再說那些 字體的動作 那些 剛剛已經說了 怎樣把可以調整的大小 或者它的位置 但這些是固定的 如果你想它是一個 時間 它都有一個時間 這樣移動 就可以這樣做 首先你按進去第一個Frame 例如你想轉去大小的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Toggle Animation 的一個 像一個 鐘 那你按進去 那這裡你就會看到有一個東西 那這裡就是一個Clear Frame 那Clear Frame 就是例如我去到這個位 我想由一個位置去到一個位置 而且由一個時間去到 到另一個時間的另一個位置 那就可以調整 例如按一下這個 那你首先第一個 你是這個89的大小 但是你想它變得很大 在這個時間裡面 那你就可以在最底部調整 那看一下就是這樣 那其實那些 Otition 還有這些Rotation 或者這個Opacity 都是一樣的 那也是這樣做 只要是按了一個鐘 然後再剩下兩個Clear Frame 就可以了 那我又說一下 怎樣把它的Render出來 怎樣可以把影片 在你的電腦上 那首先你要按File 然後看到一個Export 然後按Media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介面 就是要說 要幾清啊 要幾多個Flame 或者是要什麼檔名 這樣就看到了 那我平時就會用H.264 按Preset 我就會自己先調整 那我之前設定好了 那我這條影片是50Flame Per Second 那我就會用我自己設定 50Flame Per Second 那這裡就是OpName 你按進去 那就可以改一個檔案的名 就是例如Hi 那這樣 那你一調剔就是 Export Video 和Export Audio 然後再按進去 那我平時入門級 只是教這個Videos 和Audio Tape 那首先教你那個 這個Resolution 那它應該會自動幫你調 Frame Rate 也會自動幫你調 那這些看回你想 是 再順一點 還是什麼 那就是例如我 我原本是30的 可以教15 對 那要看你那個 你的需要 然後Render 和Messimum Depth 都要開 那這些就跟回我的setting 對 對 那如果這個 這個 Bit Ray & Coding 你真的要很清 可以調這個CBR 但如果你是普通的一條片 可能做一個project之類 不重要的 那就可以調 這個 VBR 2 Plus 那就可以調這些 的Target 那就是越多就越大 但是越大就越清 對 那我正式調 CBR 那最後呢 就調整這個 Use Maximum Render Quality 再按下去 即是Audio 就跟回我的setting 就可以了 對 那最後呢 就可以調這個Export 那要等它Encoding完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今次的PR 任務級 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可能我在下一條片 再拍這個教學 那這個教學 就去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那記得訂閱我的LIP Channel 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和Instagram 那記得按一下鐘 記得按一下 每逢二四六天的六點 出片 現在一天一片 好啦 那拜拜